嗨,大家好,Anthony 今天呢,我就来做一个手机评测视频 评测一个高性价比的手机 没错了,就是我之前开箱的realme Q3 Pro啦 既然做评测,当然是要有对比啦,对不对? 对比就是性价比机王哄你的那种搞破了 这两台机子,简直是千元机以内的法拉利宝石节 性能呢,就是相当的啦 性能这一方面还是留给其他专业人士呢 我呢,主要是评测这台新的性价比千元机王 到底能不能和这一台红米的Nok 9 Pro媲美拼一拼 这期的视频呢,我会测试这两台手机的照相功能和录视频的功能 毕竟我也是一个up主对不对? 照相还有拍视频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看一看这台又薄又轻的realme Q3 Pro能不能比得过这台红米Nok 9 Pro啦 好,马上去片 哈喽啊,我现在出来了 对不对?现在出来评测这一个真我的Q3 Pro 感觉这个相机呢,现在我看了前面这个摄像头录视频呢 感觉好像没什么防抖一样,对不对?我也不太清楚啊 反正,哎呀,反正,录视频这一块呢,这一台机呢,真的是令我挺失望的 因为怎么说呢? 它是不支持麦克风 就是那种耳机麦克风的,它是不支持的 它也不支持那个USB Type-C那一种的麦克风 你知道没有?反正呢,蓝牙它也不支持 对不对?它只能听 对不对?只能录音它可以用蓝牙的那个麦克风 也可以用那个3.5插口那个麦克风 还有那个USB Type-C插口那个麦克风 它完全是插进去是没反应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呢,像我这个录视频呢 我真的是很需要一个耳机式麦克风 因为方便了,它可以很清晰的去接受我的声音 不过这一台机子是不行的 它是不支持录视频,用麦克风录音的 它是不支持的 和我之前那一台华为PX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反正 这一台相机我觉得不太适合用在做Vlog拍摄 反正我觉得相机功能还可以吧 好了,现在呢 我是用我这一台LOOK 9 Pro来拍前置摄像头来拍视频的 你看,防抖 LOOK 9 Pro就有防抖 你看,后面很明显是不会抖的 所以呢,它这个呢 这台相机呢,它对于拍Vlog是比较友善的 友好的 现在我也是 是用那什么机身自带的麦克风去录音 不知道效果会哪一个好一点 对吧 现在呢,我就换成它的后置摄像头去拍那个视频了 看看它画面会不会抖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现在我是看不了 我要回到家才能看得到 感觉呢,哎呀,真的是挺让我失望的 如果是,像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呢,我是拍视频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因为我要经常要拍那个Vlog 所以呢,没有那个麦克风 哎呀,真的是很方便 因为有时候去到比如说去到餐厅 其他一些地方,很繁杂的地方 很草的地方 我需要一个专属的一个木质的麦克风 对不对 放在我的耳边 然后呢,它就会比较清晰的录到我的声音 下头去来拍摄视频了 那我看看怎么样 就是今天呢 天晴,今天的天气不错 不要说天晴了 现在呢,有点小下雨了 那边有一片大的乌云 哎呀呀呀呀呀,你看这些 来到这一个梅花园 多漂亮,是不是 我相信呢 它这一台机子呢 鹿九狗这台机子呢 防震呢,功能呢 都是会比那台真我Q5Q3 真我Q3强 现在呢,我是开了这个广角 广角这边来拍视频 我所有拍的视频都是1080P的视频 因为我觉得1080P的视频已经足够在电脑和手机上去看了 不需要说特定的去拍个4K 因为4K,你拍的4K的视频是挺清楚的 但是呢,对于我自身的电脑来说 我是支持不了4K剪辑的 因为我的电脑比较落伍一点啊 我还不太习惯用手机去剪辑 对吧 看我看一下怎么样 这个广角镜,广角端 这边拍视频 我不知道收银啊 收银不知道会怎么样 现在呢,我就换成鹿九口的这一台相机的广角端来拍摄了 相信应该看的挺广的 这一台机子已经办了我大概半年了 对不对 很经常的有时候呢 不方便带摄像机的时候 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 突然感觉有一些很分离很有趣的东西 我都会拿着一个弩球孔 来拍一下 拍下记录下 无论是视频啊 还有那个相机啊 照相功能啊 都是棒棒的 不要说太好吧 起码不会令我失望 对不对 足够我用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反正这一台相机呢 我觉得 虽然说现在性价比呢 价格还是没有加下来 还是那么多 对不对 但是呢 比起这一台真我Q3 Pro 确实视频功能 对不对 是我比较喜欢的 比比它好的 对不对 绝对是 如果是要找一款那个 性价比高的Vlog相机呢 对不对 Vlog手机呢 对不对 我是全力推荐 Lok9 Pro 这一台 对不对 视频 无论是白天晚上 视频 这一台呢 对不对 做一个Vlog 手机呢 都是能应付的 绰绰有余的了 对不对 你手机 看啊 还有电脑 看啊 绝对是没问题 对吧 对不对 录音呢 方面呢 就是像 你要录 录自己的录音 录清楚一点 它是支持 这台Lok9 Pro呢 它是支持呢 那一个 USB Type-C那种 麦克风 就是耳机麦克风 对不对 然后又支持呢 3.5mm那一个 插口的耳机麦克风 对不对 蓝牙呢 它只能听 它拍视频的时候 它是接受不了的 所以呢 我随时随刻 都会带着一个 耳机 有线耳机啊 出去 同样的这两台机子呢 都是支持这一个 前后双色的 现在根本基本上呢 都是一个同用的功能的了 现在呢 这一台呢 就是Lok9 Pro的 前后双色 哎呀 真的是很明显 对不对 它做的防抖是比 那台真我 Q3 Pro 那一台 这台相机会比较稳一点 现在我们来这边 去吧 来测试一下 周围的环具声 是不是 这一台呢 就是 对我Q3 Pro的 极带的 那个收音 对呢 看了效果怎么样 啊 环境一声 或者很吵杂 然后我讲话的声音呢 都不知道清不清楚 然后灯光这边 那么都是 没问题的 视频效果 都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好了 现在呢 我们换场 能够脱口吧 哎 应该这个效果一样 好不好 收音效果怎么样 这也是机身 自带的收音效果 对不对 然后等一下呢 我就会把 文位客风 插进去 对不对 应该给你们听一下 这种麦克风 啊 有机的 这种收音效果 没有麦克风 收音效果 怎么样 好了 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我现在已经插上了 插上我的麦克风了 对不对 啊 但我听一下 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好很多啊 啊 没有那么多的环境噪音 是不是 专属呢 就听到我的声音 啊 现在这一台呢 就是增磨的Q三口 那现在这一台呢 就是Mock Jopo的视频了 哇 哇 这么快就要过下午了 对不对 快点把这两台手机的照片 倒进电脑看一下 看一下 他俩的照相功能的区别 是什么 首先我们打开Lighting Room 然后分别用这两台相机的镜头组 在同一地点照了一些照片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对比一下这两台相机的主摄照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看看这些Information 也就是信息 左边这一个呢 是用Q三口来照的 然后它的尺寸呢 是4624乘以3468 我们再看一下 Nock Jopo这一台手机的主摄像是4000乘3000 这台相机选用的都是用主摄正常模式来照的 明显Q三口呢 这个尺寸呢 是比Nock Jopo这个尺寸呢 是大的 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看看它的细节 我们从远处看一下 放到100% 因为Q三口的像素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们放到100%的话呢 反而觉得 Nock Jopo这一个清晰度会清晰一点 再看一下近的 近的模式也是 对 Nock Jopo是明显是比Q三口的清晰度会比较强一点 这个是两台照相功能的主摄正常模式下的对比 明显是Nock Jopo是好一点 现在我们看一下广角端 左边是Q三口 右边是Nock Jopo 然后我看一下 左边Q三口的Information 那个尺寸是也是4624乘以3468 然后再看一下Nock Jopo的尺寸是3264乘以2448 那这说明明显是Q三口的像素是比Nock Jopo的像素是高的 按理论来说照片在同一大小尺寸下Q三口的照片会大一点 会清晰一点的 我们放到100倍 相对比起来我还是依然觉得Q三口的画质油画感比较重一点 清晰呢确实是Q三口会比较清晰一点在广角端方面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6400万像素对比1亿像素 左边就是Q三口6400万像素的模式 然后右边就是Nock Jopo的1亿像素的模式 然后看起来1亿像素的模式确实是比6400万像素的模式大很多 那个像素点图片也大很多 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 看一下边缘这边Q三口比较清晰一点 我们再看看中心点这一边 中心点这边是Nock Jopo比较清晰一点 各方面这个细节 总体来说在1亿像素对比6400万像素的模式下 确实是底大一级压死人 然后现在我们看一下两台手机照相的微距是怎么样 微距功能它们的像素是一样的 1600x1200我们中心放大来看一下 很明显微距模式下是Nock Jopo是比较清楚一点的 颜色方面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Nock Jopo 因为Q三口这一台比较偏黄 然后边缘化还是Nock Jopo是比较清楚一点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两台手机的前景人像照相模式是怎么样 看看先放大一下先 Q三口就造起来人比较发黄发青 然后Nock Jopo造起来人像颜色就比较粉嫩粉嫩的 我比较喜欢Nock Jopo的调色 人像模式后面模糊化都差不多 边缘这一个电子模糊化这边可能是Q三口会做的比较好一点 对没错 放大来看Q三口会做的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后置主色人像画模式 Nock Jopo会显得比较锐利一点 然后Q三口就比较模糊化一点 而且相对来说这个Q三口这个尺寸像素是比较大一点的 Nock Jopo的尺寸是3000x4000 比起Q三口3468x4624是小一点的 但出来的锐度是Nock Jopo比较清晰一点 再看看他们的边缘画过度怎么样 两者过度都是挺不错的 找到一点缺点了 这边后置摄像头人像模式 它这个过度是Nock Jopo会比较好一点 清晰度Nock Jopo完胜 好了这两台千元机的照相功能和录视频功能的对比评测 就此结束了吧 大家更喜欢哪一台千元机呢 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要点关注点个赞 记得收藏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所有哪哪啦 拜拜 iga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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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t